我们再看ES9对于字幕串的一个扩展方式 在ES9当中放松了模板字幕串 转易序列的语法限制 大家记得模板字幕串吗 是不是用一个繁衍号表示 对吧 然后里面我们可以通过 美元符号大化的方式 去识别一个变量 这些是ES6里面我们学的语法 但是在ES9里面对于这种语法 放宽了它的一些限制 还是新建一个文件 5.5 然后把它连进来 大家记得在ES6里面 我们讲过一个叫做 带标签的模板字幕串吗 我们写一下看 比如说有个方法叫做FOO 然后它对应几算数ABCD 它对应的是一个函数 比如说我们分别输出A 我在分别每一行数出 这样的话我们看得会清楚一些 不再一行数出 数出是四个值 当然我们正常调用的时候 比如传入1234 这个简单 值就是24嘛 对吧 这个毫无疑问 但是在ES6里面呢 我们讲过一种叫做 带标签的模板字幕串 大家还记得这个怎么用吗 比如说我订一个内部属性 比如说叫做系程 然后呢我再点一个A属性 比如说34 这时候我调用的时候 后面是不是可以不加括号 直接是不是 反引号 对吧 然后呢比如说我这边写上 这是 然后呢 我希望他输出是 这些成 他的年龄是 比如说 比如说 34岁 对吧 这时候 ABCD的值 又分别是什么呢 保存 来看结果 A代码第二 数出是不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值 是什么 是不是我这个参数当中 没有模板字幕串的 这一部分 比如第一部分 这是 下半个位里面的表现这是 然后呢 这块是有模板字幕串的 还不匹配 逗号 他的年龄是 是不是作为下半个位 1的这个 对吧 然后 download from edge 他不要 3是不是放在 下半个位 2的这个位置 对吧 这是得到第一个参数 那第二个参数呢 对应的是不是就是 我们第一个 模板字幕串 变量所对应的位置 形成吧 然后呢 第二个 变量对应的位置 是对应到 C 对吧 因为我这里面只有两个吧 所以说 D没有取到 就是andifind 这个呢 是对于 代标签的 模板字幕串的一个用法 我们看一下 在ES2018当中 又对于这些语法 取消了哪些限制 大家这里看 我们呢 还是这个一个方法 然后呢 它对应一个参数 比如参数就叫LG吧 对应这样一个参数 然后呢 我们输出这个LG 大家看 当我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呢 使用这种代标签 模板字幕串的方式 给它传递一些参数 但注意 这个参数呢 并不是上 我上面写的一种 比较普通的参数 大家看 我给它传递一个 unicode的参数 比如说 -u 大公号 61 这个其实表示的是 A 这个字母 OK 比如说我再传递一个 比如说 and-u 然后呢 62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代码 D13R 出入结果是 A and-B 说明 它把这两个 unicode的码 转换成了 对应的字符 OK 这没有问题 而且呢 在RAW里面 是不是有对应的 这个 当前这个参数 对吧 参数呢 就是原始的这个参数 大家再看 比如说 我把这个 复制一个 比如说 这时候 我传递一个参数啊 是一个 无效的 将unicode的 一个转移的字符 大家看 比如说 我就写一个 unicode 很显然 这个并不是一个 真正的unicode的字符啊 大家看 这时候会怎么样 我保存 大家看 说出的 是不是一个 安理犯的 大家知道 在ES9之前 如果我这么写 会怎么样吗 其实在ES9之前啊 如果我这样写的话 其实会报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呢 翻译后来 就是说 是一个无效的 unicode的转译序列 是一个这样的错误 但是呢 在ES9里面 放松了 当天这样一个 预法限制 它把之前的错误呢 变成了这种 按理犯的形式 这个呢 是在代标签的 模板净事当中 但它再看 比如说 如果我直接定一个 比如说的净事 然后呢 它对应的是一个 模板净事啊 但是我在这个里面 比如说 我写上 当前这样一段话 大家看 同样一段话 比如说 我们看代码第18 还会怎么 保存 大家没发现 这时候 我们的代码第13行 是不是输出的是 安理犯的 没报错 但是呢 在我们的代码第18行 是不是就报错 所以呢 在ES9里面 它所说的这样一个 放松了 模板净物串 这样一个预法限制 指的是这种标签 模板净物串的这种写法 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 普通模板净物串写法 它其实还是会报错 OK 所以呢 这就相当于是一个特性吧 大家只要了解这个特性 就可以 只有在使用运动物串的码的时候 它呢 对于这种代标签的模板净物串 这种限制呢 进行为一些放松 它不会放错 这个呢 就相当于是在ES当中 对于净物串模板 这样一个扩展 就会有点强调整的 这就会在我们里面 更获得 对于这种 给我 这就有点 是 因为 是 整个 那 帮助 就很 那